好的,我们要用这个深色的线啊,深红色的线先织它这个这一部分 起针呢,还是用之前教过大家的起针方法啊 这部分是织它的耳朵芯的,我们先不用它啊,先放在一边 一会儿呢,再用它来织啊 起针的方法和最早我们教给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啊 依然是给它打一个这样的结 起,然后把你的这个粗针啊,这是粗针啊,6.5的环针啊 不是那个细的,好,给它套在针上,然后我们给它起 一共四针啊,这是第二针啦,第三针,第四针 好了,然后我们就编织这四针啊,正面之正针,反面之反针 按照我们原有的这个针法来啊 反面,还是直反针啊 好,再到这个面儿 当再次来到正面儿的时候啊 我们才在两侧啊,开始加针啊 加针的方法你已经知道了 哎,第一针加针对不对 之前我们每次加针都要在这儿留一个小小的记号别扣,还记得吗 只把第一针挎上就行了啊,第二针不能碰啊 倒数第二针,1,2啊,依然在这个位置给它加一针 现在它的针数呢,就已经来到了六针,这像我们写的四针哈 好了,现在保持住你的这个六针啊,向上往返支啊,这好长呢啊 得将近八厘米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变化啊 因为有的人的手劲松紧不一样 而且有些人的毛线呢,可能跟我的有差别 所以呢,咱们不以横竖为准,要以它的高度为准啊 好了,当我们完成了两个耳朵之后呢,就要给它缝合在头上呢啊 因为独角兽又是小马,所以我们要考虑到马的特点啊 它的两个耳朵一定是垂直的立着的,对不对 而不能作为其他的那种形式来缝合啊 要充分的考虑到动物的特点 大家看,我们要把耳朵心的这一部分完全的朝外啊 然后给它缝合在这个位置啊 中间一定要留够足够的这个位置来 是为了一会儿缝那个独角兽的头上的一个脚用的 记住了吗 好了,我们现在呢,就认认真真地把两个耳朵啊 给它缝在头上,让它成为一匹真正的小马啊 你看,这个线呢,就是之前我们缝它这个边缘这个线 然后因为多用了一些,所以呢,剩出来这些 我们就用剩下的线呢,来缝它这个头上的这个耳朵啊 缝之前一定要考虑好它在哪个位置逼好了 在哪个地方呢,它更好看 然后呢,我们就给它缝在什么地方啊 而且,一定要注意缝的时候,第一只很好缝啊 我们甚至可以找好位置之后,立刻按在这儿就给它缝 但是,到第二只的时候就会稍微有点困难了 因为,你要保证第二个啊,要和第一只足够的对称才行 缝的方法呢,也挺简单的啊 因为这种线和针与这个面料式的这个织物相比 它都太细了,所以 无论是你怎样缝,甚至缝得有点太初级了 也没关系啊,都会被隐藏在这些小小的绒毛当中 缝合一定要让耳朵啊,它是垂直的,立着的啊 为了考虑到这个特点 所以我们在缝合的时候,在缝合这一部分的时候,稍微的啊 把它可以往这块呢,拽一下 这样它的耳朵呢,就能立住了 记录了吗? 要形成一个圆形,一个环形的啊 和它固定在一起 而不是光缝一个片啊 当然了,如果我们有缝的不满意的地方,这都没关系的 因为之后我们还可以再给它做出调整 缝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帽子的两部分缝在一块啊 那可太糟糕了,事后还得拆 因为不拆的话,你帽子就不圆润了 好的,各个位置呢,都检查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那么就把第二个 第二个啊,第二个耳朵也按照垂直这样的给它缝合好 记住了吗? 我一会儿呢,要去认认真正的缝这一部分啊 我怕我缝不好,最后效果不够好 哎呀,还是有点不太自信啊 其实缝合的过程当中,你看 如果它给人的感觉有点这样,向下跑了的话 那么没关系,我们还有足够的线啊 在绕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把它这块呢 给大家往下来了啊 我们尽量就把这个这一部分的往这块多缝 它自然就要立着了啊,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到这个,这边的这个地方了啊 缝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边呢 给它多进入一点,你看到了啊 你看 你看 我把这呢,帽子这一部分插进来 然后这个一部分呢,你看 多进入一些 它自然就会呈现一个立着的这种耳朵的效果了啊 这边如是啊,你看 底儿进入了啊 然后它的帽子的这个啊,耳朵的这个后背的部分 你看多进入点,然后使劲拉扯 它就会往中间呢,被移动一些啊 你甚至可以这样这样一下 然后呢,这边再这样缝一下 从耳背着啊 你看这样拉着它,它自然就立着呆了 看了吗 看 总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让它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其实可以操作的方法以及补救的方法非常非常多啊 这完全都是取决于你对缝纫的这种自己的理解啊 好的,我们先拿下来看一下啊 还不错吧 它是一个立着的状态 好了 另外一个耳朵啊 也如是啊 也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来 因为现在这帽子呢 还没有完全整理好 所以看上去它不够 不够那个太完美啊 但是没关系 因为它还有很多步骤没有完成 你看 当第一个耳朵完成之后啊 现在问题就来了 完成好了之后 你一定要在它的各个位置啊 确保它第二个耳朵要和它第一个呢 是对称的啊 你看 从它耳朵的这个位置开始量起 然后到这边呢 你看 你甚至可以这样量啊 到它的帽子边缘的部分 一共是多少厘米十六哈 然后这边呢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啊 给它量好 然后找到它最适合的位置 然后呢 再和这一部分缝合好 记住了吗 刚刚如何调节 怎样缝等等啊 这些方式都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啊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来操作啊 这个也陪着你们一起缝吧 希望我能够缝的对称啊 而且缝完了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下一步的这个整理的工作啊 这都很重要 好 在这个位置啊 已经给它固定好了 好 好 我们就正式的开始缝它了 缝的时候要小心啊 千万不要把帽子给扎了双层啊 一定要在单层的位置来缝合它 你可以像我这样 用手呢 从里边 你看 从里边伸过来 垫住它啊 然后在它的帽子的外边这个位置啊 来缝合它 每缝合一针之后呢 都要做一个整理和第一个呢 来比对 要确保它们两个啊 是一模一样的啊 因为独角兽呢 又是小马 在我们中国的鼠像里边啊 有马这个鼠像 所以如果弄一个简单的马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意啊 和创新 所以呢 我们给它来一个独角兽 这样 孩子们会更喜欢 之前我不是缝了两圈吗 就是为了固定住 它耳背的部分 让它能够垂直的啊 在头顶上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缝好之后呢 也要再观察一下 看哪呢 还需要再调整 然后再进一步的再 哇 居然是对阵的 好不容易啊 然后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再来给它 稍微整理一下啊 而且有些地方啊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不光是缝完了 就可以了 你看 有些地方啊 它在这个边缘的部分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针 现在这样拨一下 就是将它的这个缝和痕迹 再给它虚弱一些 这样两部分 就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了啊 看到了吗 尤其是这个 同样颜色的这一部分 大家再用这个针啊 来拨一下它 最后呢 我们把线头给它收好 就行了啊 这是那个边缘的部分 拿针针收一下就行了 线呢 也从这儿啊 你可以这样收啊 你看 从我耳朵这儿进来 然后 因为它这个线比较长嘛 我们又不想剪 所以这样收 你看 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这一部分呢 这个线啊 也如是啊 我们也可以用 刚刚的这个方法 给它收掉 记住了吗 并不困难啊 一定要加油啊